第一个问题是,老年人的日子其实所甚无极。 应该把握时间用来想想清福才对。 为什么要用来念福? 那我们要问了什么叫清福? 提问题的人可能不在此地,就是网络上的。 你应该晓得什么叫清福? 这两个字怎么讲法? 我们看到社会上的大众,在工作的时候,现在工作就很紧张。 他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。 退休之后,工作没有了。 那不是想清福很好了吗? 可是退休之后,我们看到两种现象。 一种就是杂念的态度。 一天到晚,胡思乱想。 想到自己退休了,没有用了。 感到很哀伤。 另外一种呢,就昏沉。 到时,万念没有什么,精神提不下来。 就有两种现象。 这两种现象呢,让这个人呢,特别容易衰老。 。 我有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,退休下来之后,两年没见面。 再一见面,好像隔了二十年。 一下衰老了,就叫我们很难认识。 。 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,忧能使人老。 万年清福要很快乐才行。 所以儿孙满堂啊,孝子贤孙,那才有清福好想。 真有能想一点福。 可是现在人呢,我看很少有这样的福报。 那么再说呢,在没有佛报的人,退休下来之后啊,念佛倒是真正想清福。 在念佛堂。 为什么呢? 精神有一个寄托。 人生的目标啊,转移到极乐世界。 这个清福,是所有清福里面的清福,无上的清福。 能够把万元放下,一心念佛。 不大呢,他不容易衰老。 啊,肯定,他的心情愉快。 啊,精神饱满。 啊,给那个不念佛的人啊,完全不一样。 啊,念佛听经呢,是万年最好的幸福。 啊,那么如果是能够有一些同修在一起共修,那就更好。 啊,不说一个人修啊,这个,往往容易懈怠。 啊,有几个人在一起修啊,彼此互相勉励。啊,有时候来讨论佛法。 交换学习的心得。啊,这样提,往往会提起学佛的兴趣。啊。 啊,彼此都能够长进。啊,所以大众在一起学习,有他的好处。啊。 啊,一个人除非的时候,他真的是好处。啊,勇猛精进,不懈怠那个心。 在一般人的时候,一定要是依重靠重。啊,就是我们要依大家,要靠大家。啊,大家在一起学习。 啊,这个古人建道场。啊,建念佛堂,用意就在这里。 嗯。